還有一點喔 我是建議如果說 將來像這種range 假如他是跨工作表的 而且要是很大的範圍 我建議喔 你乾脆建議一個什麼 定義一個名稱 以後在range裡面呢 就用什麼f3 不知道應該有印象嗎f3就是 我們把那個 那個名稱給帶過來 用名稱的方式 來查詢那個範圍 那這個也許你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你什麼 在 在這個範圍黑名單裡面有沒有 把它 取一個名稱叫黑名單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黑名單這個名稱先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把這個範圍呢 Ctrl-Shift向下 A2選到向下 那把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名稱叫什麼 叫黑名單 你就把這個範圍 的名稱 叫做黑名單 所以把這個黑名單貼上 記得按Enter 意思就是說呢 我Enter過 意思就是說呢 以後 這個範圍 他就叫黑名單 那我 將來如果在使用他的時候 我剛剛這個地方有沒有 conif 我們剛剛不是切過來然後再選他在鎖對不對 如果未來 你用名稱的話這個就不用了 你delete掉 你只要怎麼按F3 有沒有 以後就用什麼 用黑名單這個來代替就可以 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向下填滿 也OK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樣呢 其實你會發現 第一個 你不用選那麼辛苦 第二個的話呢 你也不用加一個錢的符號了 OK 所以定義名稱其實相當相當好用 尤其是什麼 你的範圍 是在 另外一個工作表的時候 非常的實用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那個 剛剛我們這個地方先用conifu做出來 那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什麼 如果我這邊不用 那個range 如果不用那個定義名稱的話 那我要用選的 要加錢 那我建議用第2種方法 第2種方法是什麼 直接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 有不要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直接在這邊輸入黑名單 Enter 以後的話 透過F3 去存取這個範圍 OK